点选第二段影片 选择上方的工具威力工具 威力工具呢是一个三大剪辑工具的集合 进来之后呢我们如果要制作的是速度加快的功能 我们只要点选视讯速度 然后呢中间这一个加速器 如果这个节点往右侧拖曳呢指的是你的速度加快 如果是往后方呢则是你的速度变慢 那这边呢我们练习呢只要速度加快三倍就可以了 调整完成之后呢你也可以直接按下预览 看一下呈现的结果 好设定完成后各位只要按一下叉叉 关闭这个工具表示您的速度套用完成 那套用速度之后呢这一个影片片段中的左下角 会出现一个超人的图示 其他的片段如果也要套用速度加快呢 同样的做法你只要点选之后进来选择威力工具里头的视讯速度 调整一下它的一个时间 速度的一个时间 这边可以直接用拖曳的哦 好调完之后擦擦安掉 其他的每一个影片呢都可以去设定它的速度加快 或者是变慢的方法